上人行腳來到行店禁司堂 志工們用心準備了一個小禁戲 從第一次的歲末祝福到環保二十周年 此季五十周年等 共八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符繪紅包放大版擺在門口 馬上勾起滿滿回憶 記錄結合每一年的那個重要記事跟主題 就代表時間空間與人與人之間 很多人的那種行善見善隨喜 可是他不只見善隨喜 他還見人行善他跟著做 他跟著做以後結果最後他還變成 起來分享變成受政委的師兄 然後再一帶一帶傳 法脈傳承善的接力從沒間斷 上人也和資深志工們進行文心座談 一張張舊照片講述二三十年前 慕心慕愛的過程 有感動 有歡笑 有淚水 每個人身上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每個人眼睛看到 眼睛聽到 心裡感動 人氣到花蓮 善人勉勵大家把握因緣 菩薩道是大家一起鋪出來的 把每句好話聽入心改變自己 也能影響別人 大家希望黃一姐張略嘉 台北報導